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,脑鲁共和国总统戴维·阿迪昂于3月24日至29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。 这是今年1月,中国与脑鲁复交后,脑鲁国家元首首次访华,脑鲁被誉为太平洋上的天堂岛,位于赤道以南约42公里处,由一个独立的珊瑚礁岛及周边海域构成,是世界最小的岛国。 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,共建一带一路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,让外界得以一亏两国未来务实合作前景。 我觉得合作前景应该是非常广阔的吧,基础设施肯定还是双方合作的一个重点。还有一个就是双方都提到了应对气候变化,包括通过一些先进的技术,比如说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领域发出一些共同的声音。 近年来,所罗门群岛、基里巴斯、脑鲁等太平洋岛国先后同中国建交复交,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得到快速发展。 那从过去这几年的发展来看,太平洋岛国和中国在合作过程中,经济社会的发展,还有岛民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,也正是因为脑鲁他看到了这些变化,那么他才做出了这样一个正确的选择。 肯定中国和脑鲁这个合作和发展有很积极的影响之后,肯定也会影响。 今年1月,脑鲁政府宣布承认一个中国原则,与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。 阿迪昂表示,脑鲁决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,翻开了脑鲁国家发展和脑中关系的新篇章。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,这个是所有国际社会的一个实,所以我觉得未来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一个中国原则,它是这个建交的一个前提,其次呢它也是一个不可阻挡的潮流。